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格尼公司的内容我上次讲了 和格林公司实际上是反映了在两维和三维 在不同的空间里边一个向量函数 它在边界上的某种形式的接风和区域内部所说的重接风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牛顿·莱布尼茨公司的一种推广 那么这两个公式在其他学科里边有比较强的应用背景 也就是通常反映了这种场 比如说电场 磁场 热场 流体场 像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场里边的一种规则 那么 这就是上次我们介绍的格林公司这种情况 对吧 格林公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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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界分 在高斯公司里边 这个其实就是 那个边界上的界分 对吧 下量函数F 在沿着这个曲面的法方向上面 这样一个界分 对吧 这个界分呢 实际上在其他学科里边就是通量 对吧 比如物理学里边 我们有电通量 磁通量 一般就是指这个东西 那么 某种程度也可以说反映的一种就是 通过一个曲面的某种场 某种流 它流过去多少 比如说是热流 也可以是流体 对吧 通过一个面 它流过去多少 你看 这就是速度 这就是速度 这个呢 就是沿着法方向 在这一小块面积上流过去多少 那么界分呢 就是总的流过去多少 所以这是某种意义上反映一种流量 电通量 磁通量 热流的量 或者液体水流的量 气体气流的量 不过这一般是指这个是一种 不可压缩的一种流体 那么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牛顿艾文迪斯高斯公司的右边那个结封 是这个结封 对不对 是这个体结封 就是 这样一个体结封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把它 我们把它称为闪度 闪度 divergence 闪度呢 呃 我上次也解释了 可以解释为什么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电也好 磁也好 热也好 对吧 流 流体也好 反映什么 反映一个圆 就这东西哪来的 对吧 电 比如说你 你肯定 你这个电 电厂肯定比如说是个静态的电吧 可能就有电源 电荷 对吧 磁也有同样的 有磁的磁源 那么热 也许这个里边有释放出热量来的热源 那么水 流体也许有流动的圆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释放这个 这种场的 这种流量的那个圆 释放出来 这个表示它释放的程度 释放出来多少 对吧 它的释放的程度怎么样 这是个释放 或者说是个释放的速度 好 那么你看最后得到那个 那个高四公式呢 高四公式在前面 那个高四公式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等于这个东西的体结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 那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公式 对吧 这个公式 你看 这就是 边界上 边界上流过去 这种 这种我们所考察的这个量 它流出去多少 它哪来的 是这个内部 有源 释放出来的 对吧 比如说是 我上次举例了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块土 土 土壤 土壤 土壤它是释放热的 热流的 对吧 地下地热 那么你如果这块土壤把它包围起来 你周围它释放出多少热量来呢 当然可以通过边界来统计它 一共有多少热量流出来 但是也可以呢 通过内部它的圆 每一个点上它释放出多少 它的释放的速度怎么样的 最后来算也可以 所以这个两个呢 其实是最后当然是一致的 你这个边上的哪来的 是内部释放出来的 这个意义还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其他各种学科里都有 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说了 有两个量 有几个量呢 我们需要注意 对吧 一个是通量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闪度 闪度 闪度呢 看这个符号 对吧 Grade 这个内接的符号点乘 那么最后等于这个量 上一次呢 我们也计算了 计算 当时我上一堂计算的时候 最后 我这个计算上有一点问题 有个同学后来说 哎 这个闪度应该是个数量 不错 闪度是个数量 对吧 闪度是个数量 所以呢 我们应该这个 这个divergence 这个闪度啊 这个大f 它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 对第一个分量 对x求偏导数 那就是 2xy 然后加上 对吧 上一次我没有写出这个价 对第二个分量 第二个分量 对y求偏导数 是2yc 再加上 对第三个分量 第三个分量 第三个分量 第三个分量是cx 对c求导数 2zx 应该是这个 对吧 而不是一个向量 这个数量 好了 然后 最后 把这个点 在哪个点呢 在 21-2 21-2 21-2 带进去 好 那么最后 那当然很简单了 第一个就是4 对吧 第二个呢 yc乘起来是-2 所以是-4 第三个呢 是-8 没错吧 这样正好是-8 对吧 这个两个乘起来是2 是4 这两个乘起来是-2 可能这个2 是-4 yc yc-4 对吧 符号没错吧 第三个是cx -8 好了 这是我上一堂课说的呢 这个 这个散度是我们需要 在这个第二学期里边 我们有几个量 要注意的 一个是t度 一个是散度 对吧 好 那么然后呢 我们又介绍了stocks公司 stocks公司 我说了 我们这部分 这个内容已经超出我们的要求了 超出我们的要求 只是知道一下就行了 或者说 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什么一回事呢 就是 空间里面一个圈面 它当然也有边界了 这个圈面上的界峰 和边界上的界峰 有没有关系呢 按照前面我们所讲的 前面讲的格林公司也好 高s公司也好 高s公司也好 就讲这个事儿 那现在这个 空间的一个圈面 和这个圈面边上的界峰 有没有关系呢 也有的 那就是高s公司 你看 就是stocks公司 它有这么一个关系 有这么一个关系 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曲线界峰 空间的曲线界峰 在哪儿 在一个空间全面的边界上 边界上 对吧 空间全面的边界上 那么这个地方什么界峰呢 这是内部的界峰 内部的界峰 对吧 当然这个形式记起来可能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但是如果把它的形式改写一下呢 还是相对说来就好记一些 左边这个还是很好记的 对吧 就是一个向量函数F 在C加上 在这个曲线上做的第二类曲线界峰 右边呢 而且从这个样子稍微好记一点 对吧 好记一点 是个什么 是个全面界峰 就是空间全面的界峰 和边界界峰之间的关系了 这个呢 我们不要求大家 把它背出来 或者是了解的很彻底 就知道有时候有关系 有关系 将来也许在你们在其他学课里 做相应的讨论的时候 也许会有点用处 有点用处 好 那么这里边有个量 我们最后要说一下 最后一个量 有个量 叫做旋度 叫做旋度 因为刚才那个stock公司里边 出现了一个这个量 出现了这么一个量 大家可以看 对吧 出现了这么一个量 就是这个 下面这个东西 这个 PQR 如果要算这个 它的系数 就是这个小行列式 对不对 它的系数 就是它的代数与指示 把这行去掉 把这列去掉 这行去掉 又是一个小行列式 它的系数 也是这个小行列式 那么这个小行列式 这个小行列式 我们把它叫做旋度 rotation rotation 旋度 你看 它和那个 前面那个闪度 其实差别 也是只有一点点 对吧 刚才那个闪度是谁 闪度是大 这个 这个 T度算子和大F做什么 做内键 做内键 这个是什么 这是闪度 闪度做出来是什么东西 显而易见 是一个 数量 对吧 显而易见 是个数量 也就是P P对X求偏导数 加上Q对Y求偏导数 加上R对C求偏导数 没错吧 这个rotation 这个闪度 这个旋度呢 旋度呢 旋度是 这个符号 T度算子和谁呢 而F做 X 做外键 对吧 你看 外键 所以这还是应该记 还是很好记的 那么外键 我们知道是什么 外键是两个向量的 两个向量的 最后做出来 一次 外键以后做出来 还是向量函数 最后是一个 这样一个函数 一个向量 它是由三个小行列 是组成的 我们知道它是谁 它是 这个是 这个运算符 T度算子 运算符 没错吧 运算符 好 这个呢 就是PQR 好 那么所以 如果我们在这儿算的话 第一个小行列是谁 对吧 就是把第一列拿掉 这下边是PQR 这拿掉 那就是 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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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是第一列的 第一列是P p p 下面是P 没错吧 第三个呢是 跟它一样的 这个小行列是 就叫做旋渡 旋渡 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渡呢 大家也要知道 也要知道 这个 按道理说呢 就是有 如果斯多克斯公式 我们如果不细讲的话 旋渡呢 某种意义上说 应该不应该 把它很突出 但是 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前两年也考过一次旋渡 也出现过一次 很容易疏忽 因为我们 这个旋渡啊 仅仅就是介绍这么一个概念 相关的 索克斯公式 我们并不 怎么强调 所以大家呢 稍微记一下 做一个小 做一两个小题就行了 旋渡 旋渡和散渡 这是我们这一学期 这三个渡啊 这三个概念 跟物理 跟这个 其他学科 比如说物理学 比较有关系的这个概念 对吧 这个T度 大家当然知道 就是grade F 这地方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点 那么就变成 这两个乘起来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 它 它是三个 这三个 对吧 那好 它是谁呢 它就是F对第一个变量求导数 F对第二个变量求导数 F对第三个变量求变导数 对吧 所以这三个应该说 从形式上来说 还是很好掌握的 很好掌握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就举一个例子 主要说旋渡啊 我们来看一看旋渡是什么 旋渡 比如 这个向量长F就是个 就是个向量函数了 它是这么一个函数 我们要求它在1-13 这一点的旋渡 对吧 旋渡 那么应该说还是很容易的 那么如果我们 写出来 那就是这个旋渡 ROT 这个是旋渡这个符号的 这个字母 这个词的一个简写 对吧 缩写或者说 好了 那它是谁呢 三个小行列是 对吧 如果写得慢一点好了 第一个是对Y的偏导数 对C的偏导数 后面呢 是这两个函数 P和Q和R 这是YC 对吧 这是呢 -Y平方 可以写得慢一点 别写 像这种题目 如果做起来 是个很小的 简单的题目 就看你概念知道不知道 那么好 运算的时候 稍微仔细一点 是不会有问题的 对吧 -Y平方 然后呢 是对X的导数 对X导数呢 那就是第一个函数 XY下面 P这个函数 好 最后呢 是第三个分量 对Y的导数 YC 好 那么 我们最后就可以 很容易把它求出来 他对Y的导数 对吧 -2Y 他对C的导数 减去Y 对吧 他对C的导数 这里面没有C 就是0了 0 他对X导数 这也没有也是0 所以这是第二个是0 是吧 第三个 他对X导数 这里面没有X 他对Y的导数 -的 减去 他对Y导数就是X 那就是-3Y -X 那么好 这个 在这一点 这个rotation 在 在具体到这一点 1-1 3 是谁呢 那只要把数字带进去 这个是-3 Y 那么就是正3了 对吧 正3 这个呢 当然就是0 然后这个是-X 就是-E 这还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 但是知道 需要知道一些 因为虽然这个 这个概念我们用的很少 但是呢 有的时候我们考核的时候也会考核到它 好 那么斯托斯向量形式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但是斯托斯向量形式也可以你看也可以用这个向量形式来说 这个 习题呢 这几个习题就是有关于做散度和弦度 散度和弦度 36题 第一小题 37题的23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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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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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